我的房子是一座房子 天空不在他手上的房子 哈喽 观众们 大家好 现在Philip带大家来到了黑通地冷 一年一度巴黎的古老爷车家 现在我们来的团位是Citroen的团位 大家看到这两辆是第一代的Citroen DS 1966年生产 DS在这个世界汽车发展史上 占有许出轻重的地位 因为这台车真的是在那个年代 五六十年代是世界上集成了最高科技的量产车轿车 DS在法文里面是有女神的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台车的设计 是不是真的是非常sexy 非常有女神的感觉呢 这台车的配置在当时同级别车里面也是最高的 比方说世界上首次运用到了可辨识空气悬挂 就比方说在车里面按一个键 这个车能自动升降的一个功能 现在最新一代的DS在中国已经投产了 希望新一代的DS也能像他们的老前辈一样 在世界汽车史上载船回红 跟着Philip一起去其他餐楼看看吧 欢迎你们好 现在我们已经带大家来到DS的这个讲柜 大家看到这台是 Zcoin的第一台DS DS方面的 是1968年产的DS20 DS在法文里面有女神的意思 这辆车不管从外形的设计 还是内饰的装潢 都是非常精致 非常stylish 不愧于它这个女神的美好 而且它采用当时最新的科技 比方说独立悬架 比方说空气悬架 可调的车身高度 这都让这一台DS在当时 是一台跨世纪的时候 然后请跟着我们的镜头 来到这辆DS 这是21世纪的新款DS DS2 这也是在中国有生产的 长安PSA生产的一款车型 这款车型呢 可谓是现在WRC的拉力赛之王 这台车的操控性能非常好 在拉力赛上也有非常好的表现 所以她对她的前辈 那台女神DS 是非常好的传承 好诶 各位观众 现在带大家来到了CV 对CV的这个空气展示机 雪铁龙的2CV 也是汽车史上的一个传奇车型 因为法国战后经济刚刚复苏 雪铁龙呢就决定制造一辆 大众都买得起的车 所以2CV就应远而奢 大家可以看到这几辆2CV呢 是她的眼睛车型 比方说这个参加达卡尔拉力赛的 拉力车型2CV 还有那台军用吉普2CV 就像是她的法语名字 CITOEN的公民 这个意思 雪铁龙呢是只在打造 大众 或者是法国大众 爱开和买得起的车型 就是雪铁龙的成功之数 各位大家好 在我昨天的这台鞋 是不是看上去非常有历史呢 没错 它就是从敦煌 不是 不是从敦煌 是从李洋挖掘出来的一台1922年的 这台鞋 就是标志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车型 163车型 这台鞋呢 是于2014年 从李洋的一个废旧的遗址里面挖掘出来的 但这台鞋保存特别好 甚至可以从它的引擎里面找出来 在当时1947年 还在用的法国的演员 这台鞋 这台鞋是1988年的隔壁 这台鞋真的是法系小钢号的一个代表 而30年后的今天 208GTI也上市了 现在Philip带大家来到了Alfa Romeo的展位 大家看到这辆是Alfa Romeo的6C 是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么漂亮的设计是什么时候的车呢 其实这是一辆1931年的赛车 Alfa Romeo在1931年已经可以设计出 这么漂亮的赛车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不光是外形漂亮 这台车的引擎也是非常的厉害 在当时六缸的引擎 已经可以造出190多匹的买力 这台车在欧洲的各项赛事里的占了不胜 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它试诧赛场的名字 现在Alfa Romeo在中国也是非常少 可能有一些4C的行事 但是Alfa Romeo的车真的是有一种运动精神 和一种对情怀和速度的追求 Philip现在带大家来看到这辆是1942年的Alfa Romeo 6C 这台车经历了非常曲折的一个故事 比方说它是在意大利生产 然后呢飘洋过海去到了美国 于2000年又回归了它的祖国意大利 这台车之所以非常非常传奇的地方 但是它首先设计出来了以后Alfa Romeo的这个标志 这个倒三角形的水箱呼叫 这是它第一台车第一台Alfa Romeo 运用到的这样的设计 然后从这台车之后的五六十年 这个倒三角形的水箱呼叫 已经成为了Alfa Romeo的一个标志 OK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台Alfa Romeo 6C的 这个尾部的流线型造型 是不是也是非常非常地性感呢 嗯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当时在二战期间 这个意大利的这些法西斯 坐着这台非常帅气的Alfa Romeo 在简约部队里的这种两分情细 我们来到了这个这个西津焦点 这是一台1952年生产的Sosema Kekwa 这台车这个车头造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另类吧 大家有没有想到第一代噴气式战斗机引擎的那种感觉呢 这台车在五十年代应该是一台非常拉风非常高科技感式这个车 因为这台车装备的是一台四式的自动变速箱 然后它的最高速速有好像200公里的小时 是不是真的像一台Jet一样贴地飞行的感觉呢 各位观众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辆车就是这个黑托莫比勒的正变之宝 1926年的不佳的 这台车之所以跨时代之处并不光是它这种震撼的外形震撼的始终 还有它是全世界的第一台有独立底盘的车 以前的车呢由于车身跟底盘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操控啊驾驶感受啊乘坐感受都特别差 而有独立底盘的车呢它的避震性啊它的驾驶 它的乘坐感受都会非常好 这就是一家厉害的地方 各位观众现在看到身后的这台庞然大路 就是德国二战时候的主力坦克Tiger 这台是1944年的虎师二写 也就是我们在Fury这个电影里面看到的 Brad Pitt所战斗所要跟它对战的坦克 这台坦克真的是二战里面的奇迹 一台Tiger大概可以跟八台美式坦克 或者苏联的比较量 但是呢由于Tiger的造价太贵 机动性能比较差 它在二战的最后阶段也没有为德国挽回败水 柔和杂军 请不 beaut 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